在星期三,瑞士警方配合美国司法部拘捕了国际组联的几名高层 预计在星期三稍后将公开专报对他们的指控 在星期三清晨的拘捕行动是在苏黎世进行 国际组联在这个星期在苏黎世开会 会议日程包括选举国际组联主席 美国执法机构官员说 对超过10名国际组联高层主管的控罪包括贪污 在拘捕他们之前有关当局进行了多年调查 据瑞士联邦检察署说 在星期三拘捕的6名国际组联高层将会被引导到美国 该机构发表声明说 美国政府正在对这人进行调查 他们涉嫌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接受贿赂和回购 声明说对他们的指控包括 从体育媒介公司的代表手中收取超过100万美元 协助这些公司获得和拉美足球赛事有关的报道 推销和赞助决 国际组联主席布拉德并没有受到指控 在星期五他将会被提名第五次连任国际组联主席 在布拉德担任主席期间 这是最近一次国际组联高层受到贪污罪指控 国际组联的道德委员会曾经对2018和2022年 世界杯主办国竞选程序展开调查 并且在去年11月作出结论 认为只是存在有限的违规现象 表示没有关于受贵的证据 午后 worten 时 我觉得 好 好的 jść 人 努力 切